大家好,我是Stan 多再多难的2021年也只剩下一个礼拜了 而今年饭圈也是发生了很多让粉丝们伤心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2020年宣布退团解散的IDOL团体们 1月1号 AOA成员Yuna在IG上传手写信后 向粉丝们告知了退出AOA的消息 2022年12月 透过北京的法律事务所 要求Cube娱乐简约的CSC成员FT 在2021年2月3号 正式与Cube娱乐解除了合约 4月27号 SEGNICHO成员YEAH、SONY宣布退团 并与公司解除了合约 4月27号 以光族宣布从人里面退出 虽然跟K-POP无关 但还是想说一下 8月14号 Cube娱乐对外宣布了 引起霸凌争议的Yuna在IG成员苏金的退团 并声明Yuna在IG会议五人体制活动 9月5号 男团胡子奶成员 黄东俊一特森宣布退出团体 9月8号 拉布队长余正 透过IG宣布退团的消息 之后拉布米四人组合发表了新曲 9月30号 K-NACO成员PAKSAMM退出了团体 11月16号 CSC成员村与Cube解除了合约 并退出了CSC 9月30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解散的K-POP团体 Gitongde E-N-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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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TSHOP HATSHOP BLACK6 I-ZONE B.O.V.U B.O.V.U 100% B.O.V.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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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-Y B.O.V.U B.O.V.U SICSBOMB B.O.V.U SOLIA B.O.V.U SOS B.O.V.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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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